畫面中的三黃路 即使平日還是車水馬龍 而且路面過載 時常出現汽機車增道線下 尤其假日觀光人潮湧現 更會出現交通打結 所以地方希望路旁兩側電線桿早日地下化 一方面增加路寬 相對提升機車歧視跟行人安全 都收拾這個路 所以他們去世面安全很適合 現在路要用的時候就先說這個來看 創作課室 都整理了 因為沒有就變百六禮拜 全都怕人 電工師台下工廠的時候 已經漸漸了幾十年了 但是漸漸了幾十年的時候 現在要賣你 電工廠都要賣你 我們地方 龍潭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些機避 感覺很困難 因為我們龍潭這條路 屬於 要用大家 用藝人 用藝人 用藝人的 重點的路線 其實現在的觀光廠 還有很多 都在我們龍潭村 出入要車輛多多 希望有關單位 希望把我們電線地效化 這麼多年來 希望 繼續把我們地方 還要讓我們這條路更清潔 對此郊西鄉長張隆德表示 將謹速邀請電力公司實地會堪 希望早日移除三黃路 還有龍泉路上的電線桿 臺灣要來做合唱 共作要來跟電力公司以及我們自來水 有關的公路的田 abla 要來做一個合唱 我們也希望所有的 我們的這兩條路 總共有750米 所有的我們的電線 給地下化 地下化以後 讓我們的中國的路面 我們有辦法比較省省 保持比較清晰 還有就是說 我們的最主要 我們的所有的電池 電箱 我們也是要找位來設置 這也希望我們附近的宮廟 我們的祖雞 大家都來 全力來配合 因為未來電感地下化後 還需要地方配合 提供一小部分土地 作為變電箱的設置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